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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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次我們最後看到的就是這邊 對不對 就是 如果給你一個 TLB 的E-rate 的話 你可以看見 畢竟這個TLB是Hardware 所以它的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 至少10倍以上的快 那這只是例子 那如果你不讀TLB 你要讀Memory的話 它就是會比較慢 所以像這例子就是20個Nerosecond 跟100個Nerosecond 那所以大家可以很簡單去算一下 給你一個He-rate 那不要忘記Translate的這個過程 就會知道 第一個部分是有Heat的話 我只要看一次Cache 就是這個TLB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去讀我Memory的Content 所以應該是120個Nerosecond而已 可是如果我是Miss的話 那當然 這個TLB 這個優化它也是有代價的 就是如果它Miss 你還是要把這個時間算進去 因為你要先看了 才知道是Heat還是Miss 所以其實這20個Nerosecond 不管怎樣都會發生的 那如果你不信你是Miss的話 那就更慘了 因為你要先去把Pagetable裡面的值 讀進來 也就是漏到說我們的這個MMU裡面 然後讓它可以開始做Translation 就是剛剛那個Table Lookout的動作 那Translate完之後 才能夠去Access我們的Memory 去讀我真的要讀的那個Byte的值 那那又是一個100個Nerosecond了 所以就變成220 所以算一算就可以看出來 雖然是有些代價要配 但是你可以看見 有這TLB HT Rate如果70%的話 速度還是會比原來沒有 沒有就是200個Nerosecond 對不對 還是快了將近25% 所以還是蠻好的 那更不用講 如果我們的Heat Rate是98% 大家去算一下 就可以把它bring down到122 那所以這個TLB 對Performance來講 就是Memory的 這個Access的時間是很有幫助的 尤其大家知道 我們Program在Run的過程中 不斷不斷地就在AccessMemory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必要的一個手段 那上次還沒跟大家提到的是 98%看起來非常驚人 我要98%我才能夠到120 也還不到100 對不對 你可能會覺得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會不會只能加速個20% 我的Heat Rate會不會只有40% 對不對 那事實上電腦系統 這個E-Ray會非常非常的高 事實上遠高於可能99%以上 那原因其實非常的單純 因為其實我們的電腦 大家知道是很多特性存在的 像我們的Program在讀資料的時候 也就是讀Memory裡面的這些Data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強的所謂的locality 我們等一下下一張會更會用到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你讀的資料其實都是有順序性的 對不對 然後都在附近 簡單來講就像各位寫的code instruction by instruction 所以是不是你也是move program counter 所以其實它就是4個byte 4個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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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的在讀 那不要忘記我們一次cache 這個TLB 它cache的是什麼 一個page喔 所以是4kb 10的12次方 所以你第一次去讀一個page裡面 任何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很不幸你會miss 但是你就會把它的這個前面這個entry 對 page show entry 就把它load到TLB 接下來的1000個 假設你就是4個byte 4個byte在讀 1000個 扣掉第一個 9byte 99 對不對 這全部剩下的 同一個page的assets 全部都會是hidden 因為他們都在同一個page裡 你只要距離不要再4kb 不要跳到別的page的話 其實你一個一個byte 你會讀好幾次的 或者是你寫一個for loop 好啦 大家都有經驗 寫個array 然後我對他做每個element 做加1的動作 這array或許很大 但是你是連續的讀啊 對不對 那其實後面自然而然都是heat 因為你都會維持在同一個page裡面的memory 在那邊讀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個程式啊 有很強的locality 所以其實這個heat rate 通常是非常非常高的 naturally它就會非常高 那你突然你動一些手腳 或是你在compile的時候 你多去做一些猜測啊 或是之類的事情 很多advance的技巧 或許還可以再把這個提高 不過其實你可以知道 這個heat rate通常是相當高的 所以98%就122了 那再高的話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其實就可以盡量接近100nm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TLB的這個作用 所以在做Edge Translation的時候 不要忘記 其實TLB是一個優化的動作 可以不需要 但是有的話 你的時間就可以大幅做減少了 至於Translate的過程其實是沒差的 只是你去memory裡面讀pagetable的值 還是你去TLB裡面去lookup 那一個mapping的值而已 好 那 所以 hopefully大家已經清楚 整個paging的這個做法是什麼 因為 大家在 Homeward 2 希望大家已經開始動手了 其實要你們做的就是 要去implement這個pagetable 所以你會去看見 應該很快就會發現 原來Nachos的pagetable 它沒有physical跟virtual address的概念 所以它的值對應的時候 如果很多城市一起在跑 它就會使用到相同的physical的位置了 那你們就是要用pagetable的概念 要知道pagenumper paging的這個值 virtual address的值 不一定會等於physical address的值 你們其實可以introduce一個table 讓它做這個不一樣的mapping的話 多一層level的mapping的話 那translate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是 不同program就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相同你為什麼跑下去 會有error就是這樣 其實它是互相寫到對方的address去了 所以這就是你們的homeward 2 那大家就希望可以去 實際的implement一下 知道它的作用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講pagetable 其他相關的一些 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memory的protection 我們已經提過了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每個process都有自己的 這個memory 那是不能夠隨意去access別人的 那所以在這個pagetable裡面 其實我們通常會再加一個bit 當作所謂的protection bit 那這個bit你可以看見就是 這邊的protection的意思是說 這個bit呢 譬如說它可以拿來去indicate 說這是有效或無效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幾個bit 去indicate說 這個page是read-only 還是write-only 還是executable 那所以它在執行 去access這個memory的時候 它就知道它哪些動作能做 哪些不能做 就有一點像 大家像 比如說去file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 開一個file file有分read-only write-only等等 那file要被程式去讀的時候 其實也是漏到memory裡頭 對不對 然後採去送到我們CPU去做處理 所以當它漏到memory的時候 它可能就可以透過這個bit 很快的就可以告訴os 這個file是能讀還是不能讀 或者是 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程式語言的時候 有些變數你可以定義啊 對不對 它是不是就是os 它是一個constant 而sign之後就不能動它了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 這些permission上的東西 也可以透過這個bit 很快去做判斷 那重點就是說 它其實是有一些bit 可以indicate在pagetable後面 讓os可以很快的知道 去做這塊memory 這塊page 它access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限制 或者是它是有效無效的 好 那 它有很多可能性啦 但是 general的os的話 其實在這邊用到 最主要就是 只是valley跟invalley而已 所謂的valley-invalley 就是這一個page 對到這個frame裡面的content 目前到底是不是可以使用的 為什麼會不能使用呢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見 比如說 你開了一個process 它可能一開始 程式就幫你先allocate很大的memory 可是你還沒有真的去使用到它 也就是說它先幫你reserve起來 可是使用者還沒有真的去call manlock 或是你的stack還沒漲等等 所以說就有可能是這個memory空間 是已經存在reserve給你 但是它現在還沒有辦法可以使用 那更重要的其實是我們下一個章節 介紹virtual memory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依賴這個bit 因為這個bit 當然是invalid的時候咧 就告訴我們的os說 這個page咧 它其實是存在的 所以才會在pagetable裡面 但是 它現在被swap到disk上去了 所以是invalid的 所以其實最常見是這個case 不過就是有bit 所以你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現在我現在去access 做這個address translation 就是要去access那個memory 對不對 那我可以擋住它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這邊 invalid bit 先把它設起來 就會知道 你現在是不能夠去用這塊空間的 因為某些原因 可能是permission 也有可能是我們os動了一些手腳 它還沒有ready 讓你可以讀的狀態 好 所以通常會有這個valid bit 跟invalid bit的存在 好 所以 一個例子就像這邊看見的 所以一個program 它可能很大嘛 對不對 那它都有對應的pagetable 那可是 我們知道我們的program 其實會長的 所以 比較早期人的做法是 我們的pagetable 就事先 根據我們 比如說我們page number 有多大 我們知道最多可以有多少page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 statically的 事先的先allocate一個pagetable 然後有八個entry 比如說我們page number 就三個b 所以最多就八個pages 可是我們的program 會長啊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它並沒有這麼大 像這邊我們可能只用了六個 所以就有可能會像右邊看到的情形 pagetable前面都是valid 然後最後兩個 我還沒有做allocation嘛 對不對 但我pagetable 先把它create出來了 所以我就用invalid 來indicate說 6跟7還不能使用 所以你的program 還沒有長到那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pointer 使用的時候 不小心只到一個page 六或七的話 你可以看見 我們在查pagetable的時候 立刻就會被return掉 對不對 我們OS就會丟一個segmentation fold 其實這邊是一個page fold 就是一個fold出來 擋掉這個memory的access 所以這個是bit的好處 但是像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見啦 因為我們的程式 我們電腦其實memory都很大 所以其實這個 實際上pagetable的size 絕對不會這麼小 對 我們可以assess的空間 是相當大的 那如果我們的program 很多都是很小的啊 不就會變成很浪費memory 的一個行為 因為你就前面幾個是v 可能前面十個吧 後面九千個entries 全部是invalid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浪費空間 你create一個非常非常大的pagetable 可是其實你的program 根本就很小 然後你會存的就是一堆invalid的bit在那邊 結果就是造成很多無謂的浪費 就是這個table會變得比較龐大 那可能顯然沒有必要 所以呢 實際上的做法是 大家要判斷你一個memory address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時候 除了有這個invalid跟valid bit之外 其實會存另外一個pagetable的length register 其實就很像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在chapter1吧 對不對 有介紹怎麼去protect memory 對不對 不是有一個memory length嗎 那其實在pagetable這個layer 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會有一個pagetable的length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講 我們並不會create八個entries 我們就是你allocate了多少memory 長到哪 我們就allocate多少個entries 然後這個length呢 我們只要記錄它是寫 比如說6 所以你只要小於等於都是有效 大於我就return 我就不需要去create後面這一堆 沒有用處的entries了 對不對 所以比較直接的方式其實就是 有一個這個length的這個值存在 讓我們知道這個pagetable 到底長到哪裡就可以了 那其實有了這個 我們說bit這個東西必須要留著 那為什麼必須要留著呢 有兩個很明顯的原因 第一個你可以看見這個length的部分 它只告訴你在第幾個page 對不對 第幾個page的entries 所以說它只能以page為單位 來知道這塊空間是有效還有無效 對不對 可是呢 問題是你可以看見 我們這邊 應該說 抱歉好想說 所以剛剛說的這個entries 它有一個好處是 這個是 這個為什麼要這個length 第一個是可以縮短它的距離 就是不需要存這些有的沒的 第二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看見 像這個例子來講 如果是invalid bit跟valid bit 它只能以page為單位 可是我們在做memory allocation的時候 我們是以byte為單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access到的位置 其實是在某一個page裡面的中間某一段 後面是無效的 前面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需要這個length的東西在裡面 知道說我們的這個memory 到底長到第幾個byte 然後就像我們第一章介紹的那個方式 去把它filter掉 所以除了有這個invalid bit跟valid bit之外 一定還是會存一個length 才知道 就是如果說 我就算存了那個length 那我後來 我program在執行的時候 我會在下一個pays7的memory 那這樣子 可是我那些後面的pays7 我還是不能用 因為我用了 不知道如果說 它之後增長 我就會用到 那怎麼辦 所以它會動態locate 所以這個table也是一樣danymatch 是locate 所以就像你的現在是五個page 那如果你繼續長下去 如果它這個 像我們這個例子 它這還在同一個page裡面 還有沒用的嗎 你繼續長的話 它只是改變它的長度而已 然後beat那邊不變 但如果你長到第六個page的時候 OS會知道嗎 它不夠用了 所以它就會再create這個table 這個是一個entry 然後再加上去變成valid 所以它平常 它本來的話是標記invalid 然後大家就不能用它 對對對 但是現在它沒有標記 那就變成說其他的 它還是要標記 所以我說 這個標記是一定會留著的 這個bit 在pagetable裡面 它一定會用 還是會浪費這麼多 我會說的是 有的是說 當你在這個lens的範圍內的話 它一定會有 就像現在這個program 如果只在長到5 所以其實我們會存的 只有存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valid bit 那為什麼會變成invalid 是因為我們下一張結交virtual memory的時候 這個page被swab到disk 它就會變成invalid的了 所以實際的時候 你會看到裡頭還是會有 1有0的狀況出現 對 那 當然你這樣長下去 只要是在memory的 基本上都是會變成v 然後你如果 你的program很小 那其實你可以assess空間很大 還沒有locate的話 我們table就只是 只有存到前面而已 對 所以剛剛 這個bit有很多作用 所以剛剛其實有點混淆 大概是說 我們把好幾個情形混在一起了 所以同哲一下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pagetable裡面 大家可以知道 你是可以加一些 所謂的attribute 就是bit 或是一些形容的 你可以去統一的 去indicate 告訴OS 這個page上 access上的一些條件跟限制 我們OS常會用這樣可以去做一些 很快的做一些判斷 所以是有 你可以去加這些東西做判斷的 那在這個例子來講 第一個問題是你要知道 你access一個memory的時候 它到底是有效無效 對不對 那這個solution呢 它通常是結合了一個bit 還有一個lens 那它其實主要是依靠這個lens 因為lens可以到幾個byte的level 是最fine grade的 所以它可以透過lens 知道它是 真的是有沒有out of memory的狀況出現 那為什麼你還是會需要中間這個bit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我們說過的 它可能會被swap到disk去 所以這時候它還是要check一下 即使它是在這個長度內 可是有可能它被目前放到disk 所以不available 所以你還是要check一下 尤其第九章 我們會看見那個過程中的動作 第二個原因是 ideally它是這樣子sequentially的長 不過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program不是這麼這麼的連續的 其實你的hip 你的stack 其實它中間可能會有流動的狀況 所以說 其實你還是可能會需要一個bit 去indicate 這個page到底有沒有被allocate 因為我們使用program做的時候 它不會這麼好的 真的全部都是sequentially的排在一起 所以你還是會去檢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個有效 你已經allocate的字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剛剛說的 為什麼memory limit 我們一開始介紹的值 它一定還是會需要存在 因為它要知道它的長度到底在哪邊 光那個bit是不夠的 好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所以這只是例子 有時候它不會在page的bundary 所以你還是需要知道你的 這個process 到底它的長度到底是多少 好 那有了page table之後 你可以很快去判斷 到底是有效無效的 一個memory空間 所以你不會跟其他的程式 裝在一起 好 第二個呢 是反過來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刻意想要去做sharing 我們之前提過的 對不對 很多的我們的 這些memory的content 我們想要做sharing 比如說 我們說share memory programming 對不對 thread 就是希望有一些memory可以去share 對不對 或者我們說 create一個process的時候 我們想要去 不需要立刻整個做copy 還記得嗎 我們可以copy on write 對不對 當你有變動的時候 我們在copy那些 有被變動的部分 因為process of creation 其實就是memory copy 可是你沒有改變的狀況下 就直接copy 是很浪費時間的 所以有時候你也可以做sharing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後面還提到 我們很多的程式都會有share的library 對不對 我們想要去share這些 漏到memory之後 我們大家就可以共同去使用 所以很多情況 我們知道sharing memory裡面 不管是程式碼 或者是data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動作 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pagetable 來實現 那實現的條件 就是你可以看見 基本上 我們是可以share 尤其是code的部分 我們會用pagetable的方式去做 那這些程式碼 有一個條件 它是所謂的reentrant code 只是一個名字 大家只有pure code就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些code 其實我們就像library 基本上OS知道 你是做一個library 所以library的定義 就是一個pure code 就是沒有使用者可以去修改它的code 對不對 這是library的特性 所以其實有時候OS是知道 哪些程式碼 這些它是pure code 那這些code其實它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如果很多人同時要用 我們就可以透過sharing的方式 露得一份在memory就好 所以有很多例子 什麼editor application library 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所謂的pure code 好 所以就像之前說的 所以當然 自然它是所謂的pure code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其實我們只需要一份copy 其他人只要能夠access得到就可以 那如果有很多人要用同一份的時候 的sharing 其實概念很單純 就是我們在page table裡面 做mapping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不同的program 它可以有不同的process 它可以有不同的virtual address 然後可是還可以把它指到同一個frame去 對 同一個physical address 那它就可以讀到相同的content 可是每個人會誤以為 它自己已經load的這一份到memory裡頭去 好 好 那 paging的好處 我們之前也說過 因為paging是只有一個partition而已 所以其實兩個process 它在做這些sharing的時候 不用把所有的memory都sharing 對不對 只要有需要 比如說這個library 它可能只用在我code裡面的 某幾個page 那我們就只要把那幾個page 做sharing就好 而不需要整個去做sharing 所以沒有共用的部分 就是所謂像是用private的data 它就可以用它原來自己的memory的content就好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其它的概念其實蠻單純的 也就是不同的process 我們知道它有它自己的page table 對不對 原來的話我們知道 它裡面對到的frame 是不應該重複的 OS會避免這件事情 但是當OS它發現 其實這些code是所謂的reentry code 然後又已經漏到memory的時候 它就可以動一個手腳 來去減少我們的memory的浪費 像這邊來講 可能這兩個人都有它的editor 對不對 都是word 然後用了三個page的空間 然後這邊是你的data的部分 那前面三個我就可以都對到三四六 所以你如果對到physically 其實我的editor只漏了一份 可是data卻有三個不同的 那每個使用者 這邊有三個使用者 其實看到的結果是相同的 對不對 其實不影響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那個是所謂的pure code 所以像我們之前說 pagetable可以設定很多東西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 你是sharing 你也知道它是pure code 所以它的read only 就會把它set起來 所以就絕對不會出問題了 對不對 就是知道它是read only 所以你才可以這麼做 那你所有的這些 你要去對這個memory空間 比如說你要寫個write好了 對不對 那其實OS就會看見這個bit寫 誒 read only 那你現在是write這個位置 當然就直接丟一個for出來 對不對 就可以擋掉 就可以保護這個editor的程式碼了 好 所以這個是 怎麼去做sharing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pagetable裡面的 entry的making的方式而已 好 那接下來就非常重要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不同的pagetable的structure 也就是說我們前面介紹的是很單純的 就是page number page offset 加起來就得到答案 但是這個做法其實是有一個問題的 它有一些limitation的 最大的limitation就在這裡 就是隨著我們的程式越長越大 也就是你可以使用的logical的address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還用我們之前這種 所謂的one level 就是轉換一次就可以得到答案的結果的話 我們算過嘛 pagetable的entry數會非常非常的驚人 對不對 因為一個page只有4kb而已 那如果說 像之前說的 如果你一個 我們的這個virtual address 你想要讓它可以assess 4個gb的file的話 這個空間的話 那你其實去轉換一下 32次方嘛 那你就需要2的20次方 這個pagetable的entry entry的數量而已 還不管一個entry要幾個byte 給大家除一下就知道 4kb是2的12次方 所以就等於你要2的20次方 個entry在那邊 那你會說 這個問題是什麼勒 2的20次方你轉換下來的話 你就知道 每一個如果是4個byte 光這個pagetable本身就4個MB 這樣的大小 對不對 那4個MB 我們說過 因為這是MNU讀的 所以MNU要讀到的是 physical address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4個MB的空間 必須是連續 而且是在實體 記憶體空間上連續 沒錯吧 因為沒有人在幫MNU 做address translation 所以當他在讀一個pagetable的時候 他說 第三個entry 那他其實就是 physical memory 就跳到第三個位置而已 所以說你已經要4MB 這4MB在physical memory 必須要完全連續 雖然我們有paging的概念 說是4KB 可是這個pagetable 是不能夠再被切割的 因為他是沒有在做translation 直接去lookup而已 沒錯吧 所以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所以這樣的結果就是 我們其實在存這個pagetable的時候 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physical memory 其實很難找到4MB連續的空間 或者說你要找到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就是必須要reserve很大一塊空間 然後專門存pagetable 那可是這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所以很大的問題是 如果這個myentry的話 其實我們的pagetable會非常大 而且是要一個連續的空間 所以會很難去locate一塊空間 去放這個pagetable 所以我們接下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structure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可以把一個pagetable的size 把它變小 當我們想要assess的memory空間 還是很大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pagetable的size 可以縮小 讓我們可以放在 memory的零碎 可以有空的位置裡面去 所以我們會介紹 typical的做法 一共有三個 第一個是hierarchy 然後hash 然後是inverted 那待會我們周述這個例子的時候 大家就特別留意 那個page size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那個pagetable 它的大小的變化 在不同做法下面 好 那第一個做法 就是原來是很大的pagetable 那我們可以把它用hierarchical的方式 把它切成很多小的table 簡單來講就是 其實直覺來講就是 這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entry 對不對 這是我們說的 因為 logical address很大 所以pagetable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可以把它縮小一個地方 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partition 這邊一個小table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切成好幾個就好 那這每一個 因為我們想要把它放在一個小的空間裡面 所以其實這每一個table 都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小table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塞到不同的 physical memory的位置上面去 可是因為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必須要知道 第一個pagetable的位置在哪 第二個在哪等等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會有hierarchy 就是我們前面 必須要再create一個table 那這個裡面指到的是 第一個小pagetable的位置在哪 然後第二個在哪裡 然後第三個在哪裡 以此類推 所以這樣的話 的目的就是 可以把這個大table 拆成很多小table 然後但是因為它很小 然後散 我可以讓它像 這等於像pointer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能夠找到這些table 就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可是因為它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就等於我又要再建一個table 去知道它到底存在什麼位置 好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hierarchy 等一下會有圖 我們會看更清楚 那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會go through 兩個level的例子 原來我們學的叫做one level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go through的例子是two level 大家可以很容易去extend 把它想成三個level 然後四個level 原作法是相同的 好 那two level怎麼做呢 簡單來講 就是一樣 假設我們input就是32個bit 因為這個數量不會變 對不對 那原來的做法 我們知道就是 前面可能是這個 後面12個bit 所以前面有20個bit 所以這個pagetable 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我們把它切各方式 就是把它變成兩個hierarchy 兩個level 就是把它再切 變成10 10 12 就變成三塊 就對了 那變成三塊之後 你可以看見一樣的 後面的這12b 當然是完全一樣 就是page的offset 對不對 但是前面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 所謂的inner跟outer的page number 所以本來是連在愛雄把它切成兩段 外面的這個叫outer 就是前面這個叫outer 那這個是inner 那這個目的勒 其實大家看見的就是 outer是用來查這個table 所以這個其實是outer的page table 然後這個是inner 所以前面那10個bit是這個table的index 然後後面10個bit是 你所說的那個小的table裡面的index 所以其實加起來 你還是可以找到它原來的位置 那這個概念其實 大家在寫program 大家可能熟一點 其實很簡單是這樣 大家應該用過 比如說一個array是1000吧 對不對 那這個你就要連續的LK1000的element的空間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two level array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10 然後100 對吧 這兩個其實 大家可以做轉換很容易 對不對 就是任何一個位置 A3 我在這個data 這樣子的data alignment下 或layout下 我還是知道有同樣的位置 對不對 但是差別在哪 這本來是一個1000個element的single array 這個是10個 100個element的小array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2D的概念 你可以想我會繼續拆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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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也可以把它拆成3層 那我這個 是不是就越來越小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完全一樣的概念 其實就只是在做這個mapping的 array怎麼去做拆解的問題而已 好 但是這樣拆解 所以大家很明顯看到 這樣拆解之後 我最大的pagetable 就是只有2的十次方的entry 了 欸 你整entry是 這些table 所有的table 加起來的entry數嗎 對 沒錯 你講的沒錯 所以這個是大家常常誤解的地方 這裡 這個table跟原來table長得完全一樣 所以其實entry數沒有變少 所有的entry數沒有變少 因為你要map到的位置是相同數量 對不對 事實上就要這些同學點出來的 這個做法你的entry數是增加的 因為你多了一個table 所以這個還好你要再計算這些數量 對不對 所以total的entry數是增加的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咧 這個是不是變小了 所以原來可能要4MB 這才能夠存下這整個 對不對 可是我一切之後 這個假的說是10個bit 只要4KB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只要在我的physical memory 裡面找到4KB的連續空間就好 事實上4KB是什麼 一個page 所以剛好會塞進去 所以雖然說我沒有做translation 可是我因為是paging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可以有4KB 4KB的連續空間 可是如果你要跨page的話 然後你要physically是連續 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因為我們已經把physical的memory 做切割了 重點是要把它變小 所以我們才一直在講說不要誤會囉 變小是指說單一一個pagetable變小 total是變大都 所以這每個都4KB 那這個其實也是4KB 在我們的例子裡面 所以剛好就是我們physical memory 只要有空的frame 抱歉 有空的frame 你就把它塞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散落在任何地方 代價是因為它散落 所以你要再多一個table 去找到它們到底在哪裡 可以齁 所以不要誤會囉 這個目的不是要讓我們的page table 整個total的size變小 而是每一個你必須要連續 allocate的這個最小單位的table 可以變小 好可以齁 然後圖會看更清楚 那這個的代價就更明顯 你可以看見它會從兩個memory access 我們之前說的變成三個 因為看箭頭就知道了 你的translation是要先去查這個標 那是一次memory access 再查這個layer的某一個標 兩次memory access 最後讀資料三次 所以你切得越細 你要讀的次數就越多 就越慢 所以totalb的功用就更大了 好 好 來你直接看圖示 就應該很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指的就是像這樣子 2-level 對不對 十個十個十二個 就是前面你會有2的十次方的entry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每一個指的不是frame number 而是這個page table 存在我們這個第幾個frame上面 所以那裡面就是存著我們的那個小的inner table 所以這裡面存的這個才是它最後你要讀那個資料的frame number 轉換過去之後 所以這邊就會知道它到底是存在哪一個 所以這整個你看見外面的這個框框 這個就是原來one-level的table 是沒有變的 但是two-level的意義 我們可以把它切成很多小的 對不對 但是切成小的隨便放的結果 就是我們還需要另外一個table 去找到他們 這個其實是代價 但是每個table都會變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塞到 比較好去存放這個page table 即使你的整個page table是非常大的 我們可以把它做拆解去存放 好 那最後當然一樣 這就是指到不同位置 那OS在做memorial location 他自己會知道 不要指到相同的physical的位置 除非你要做sharing 那個部分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三個 因為第一個p1 會去outer page table 當作它的index去查 這是一次memory access 然後查出來之後 你就會知道 page table 2 第二層level的table在哪裡 然後你在用p2去查 它裡面的位置 對不對 然後查出來的這個 才終於是我們 原來真正要的那個frame number 然後再去加offset 然後 再用offset 不用memory access 但是加完之後 你去讀資料 那就是第三次了 那就是第三次了 好 所以這是2-level的 更多例子 這是一樣的 這是更concrete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看見 這邊就是我們說的 下一層 這是outer的page table 這個outer page table 會存在哪呢 就是我們之前教過的 你會有一個 PCB裡面會存 page table的register base register 所以那個是 在PCB 它只會有一個 它會直接有一個initial 它會知道你的table outer存在哪 但是它就看不見 後面幾層了 所以它必須要去查表 對不對 去知道 裡面比如說你說 第二個012 第二個 這個inner table 裡面可以填任何的數字 所以我的 拆解出來的小initial table 可以放任何的地方 都沒關係 這是一個pointer而已 那這個裡面 才是我們的frame 的base address 然後去加上offset 然後去讀資料 然後去讀資料 所以剛剛這個做法 就是 hierarchical的page table 就是這種做法 我可以隨便切 所以其實是 都沒差的 我可以三個level 四個level 五個level 然後每個level 到底幾個bit也無所謂 那個就是control 每一層 它的table的entry數量 的差別而已 好 那 問題是 這種這套做法 你可以想 如果我們今天有64個bit 就是現代的電腦 對不對 那 你可以看 如果我們要2level 那我第一層 可能一個切法 是42加10加12 所以42 這個outer table 16個terabyte 所以你可以想見 這個table可以長到多大 所以其實 兩個level都還不夠 如果你有64個bit 兩個level的page table 你還是很難把它 下面這個page table 切到很小 頂多你對分好了 對不對 對分之後 每一個人還是20幾個bit 所以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 你可以看 如果是64bit的solution 你可能要切到 就是這樣 10個bit 10個bit 因為每10個bit 或者12個bit 12個bit 就等於是4kb 所以剛好fitting 一個frame 超過12其實都不太行 所以一個做法 就是這樣一直切一直切 所以64bit的address 就在切成 你可以看見 大概是6個level 1 2 3 4 5 5個level 對不對 就要切到5個level 所以total memory access就是6倍 所以變成6倍慢 所以這個做法的問題就是 當你的address真的很多的時候 你用這種hierarchy 它的成效是還蠻有限的 就是它的tradeon 就是你的memory access 它還會爆增 每做一層 它就是再慢一個memory access 那這個做法 在實際的真實電腦是有的 但是最多大概就做到4level 就受不了了 就是你總是會有cache miss的時候 所以miss的時候 如果是4倍慢 這大概就practically 大家能接受的範圍了 切到5個6個level 其實是無法 這個效能上 可能不是很理想 所以這是hierarchical的問題 就是它會隨著你切的level越多 你想要把它table切得越小 你所要花的memory access時間 是不斷的增長的 這是它的一個limitation 所以不意外 怎麼辦 這個其實就是個lookup的動作 所以大家在data structure 可能就學過了 我們有很多strategy data structure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hashing 大家應該都知道 基本的手段是什麼意思 hashing在這邊怎麼用呢 hashing這邊的用法就是 它基本上有一個bucket 所以就是分bucket 所以你可以看你要多少個hash的bucket 它hash的方式可以是很簡單 這只是例子 所以比如說我們就很單純的 如果我們有5個bucket 那我們就module5 再來看它的余數就對了 所以任何一個我們要的 這個位置的lookup的這個pair 就是virtual轉到physical 這個pair的entry 就可以放在這個bucket的某一個位置裡面 所以當然我們hash的東西 因為我們一開始只有page number 所以當然就是hash by page number 然後進去查 進去之後 這個好處跟剛剛的差別在哪呢 就是我到底有多少個bucket 是很有彈性的 就是沒有收到我virtual address 的bit限制 是無關的 我bucket可能也很少 很少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會有很多collision 就會很多 所以壞處就是 你找到這個bucket之後很不幸的 接下來就是一個一個的去做searching 所以會變得很慢 可是如果我們bucket的create 非常非常多的話 那其實每一個裡面可能 就只有一兩個這個pair在裡面 對不對 就是down to page table的entry在裡面 所以我們找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找到了 好 所以就是基本上hash的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不管你的這個virtual address 的空間到底有多少 我可以construct一個這個bucket出來 去分散你lookup的時間 然後用一個hash function 很快的去找到 你在哪一個bucket裡面 所以那就是 一 只要一個memory access 對不對 那當然你bucket數夠多的話 裡面 這個不會trivers很長 你的memory access 差點就會減少 那當然 要多少個bucket 那是一個tradeoff 所以還是有它的好換在裡面 其實只是不同形式的data structure而已 好 那 這個有一個好處的原因 是在於說 我們的程式 我們這邊有講 我們並不會使用的這個 logical 就是virtual address 我們不會真的完完全全連續使用 因為你有hip 你有stack 所以其實它是有點分散的 也就是說一個program 它有用到的位置 或許真的expand 就是說跨過了四個tb 可是你真正用到的空間 可能才四個gb而已 那如果是之前這個例子 你會注意到 前面的話 因為它 跟你的使用的空間無關 所以你最大是多少 它就必須要 對不對 全部都要entry 放在那邊 所以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像這個例子來講 好了 對不對 這一個空間裡面 恐怕只有三四個page 是有用到的 其他都根本沒有allocate 就很多空在那裡 對不對 你只是說可以用這麼大的空間 所以它就把它reserve下來 要create一個很大的pagetable 然後中間有動 你都必須要有entry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很不幸的 頭跟尾都有使用到 中間都沒有用到 可是這個做法 就必須要全部 把它reserve entry下來 對吧 沒錯吧 就算有什麼lens也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看 invalued bit invalued bit 但是這個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這個 在真實的應用中 可能效果會好的原因 是因為 反正我是hash 所以我沒有使用到的這些page 不會存在bucket裡 對不對 而且每一個page 有用到沒用到都無所謂 沒有關聯性 因為只是hash function而已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 你只要用的很少 然後很散落的話 其實這個bucket 並不會長到很多的page 在裡頭 對吧 其實你用的只要夠少 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即使說total 你可以用的page數量很多 可是你真的用到的其實往往是很少 所以用hash會比較有效率 對吧 這是它最大的差別了 好 那 所以它當然也是缺點啦 就是你會有很多pointer 對不對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一個pointer 所以那就是一樣會有很多的memory access 而且你會浪費掉四個byte 尤其這裡不要忘記 這邊存的只是一個frame的base address 所以也才四個byte 那你pointer就用掉四個byte 你等於浪費了一倍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這是它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然後你可能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要做triversing 那是個link list 那每一次trivers都是一個pointer 那就是一次memory access 就像你要用幾個level的 還有rocket code的hash table 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所以它的translation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 你有一堆的hash table hash table 每個是一個bucket 那你用你的page number 直接做hash 你就知道你如果在哪一個bucket裡 然後你就開始triversing 那裡面的話不要忘記 它是每一個它會有pq 也就是這邊來講的話 你要去檢查一下 它到底是哪一個page的值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餘數可能都是3 可能是3、13、23 所以你要看你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所以它還是要原來的值 然後要相同 那它才能夠去知道 對應出來的 這個sr就是frame number 所以就是第二個entry 是frame number 第一個entry 是page number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entry 是一個pointer 所以你可以triversing 那這樣去做一個address的translation 好 講完這個就好 我們就可以下課 這個很快 這是補充的啦 就是 你剛才看見了 這個hashing的缺點在於 它要走一個link list 所以它可能會非常慢 一次只能看一個entry的值而已 所以萬一那不對 那你又要再讀一次memory 所以會非常的久 所以很早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這個做法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來的做法是 其實很簡單 一個extension 就是它不會只是 這個每個link list 並不是只是放一個entry 而是放list of entry 所以有點像 你有33 23 33 43 這樣子 那你這三個把它包在一起 所以33 23 就把它包在一起 然後是存在連續的 memory空間裡面 所以你去lookup的時候 你會找到這個 等於算是一個subtable 一樣 像innertable一樣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一次比對這三個人 是不是有hit 那連續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一次找到他們 然後可以一次 錄到MMU的hardware 然後做comparison 就算你要scan through也沒關係 至少你可以一次把它讀進去 而不是在那邊找好幾次 所以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盡量去尖照 這個link list traverse的數量了 對不對 你把它group在一起 然後一次去找 好幾個entry 所以可以達到局部性的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想我們就先下課 那我們最後一講 最後一個inverted page table的做法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